他是贺龙元帅的爱将 陈庚将军的挚友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开国大将中必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那正因如此 1955年大寿贤时 陈庚虽然被授予了大将军贤 却仍然闷闷不乐 贺龙更是动情地说道 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那么这个令陈庚和贺龙念念不忘的人是谁呢 此人名叫卢东升 湖南湘台人 由于家里贫寒 七岁那年 父亲就把他送到了陈庚家当放牛娃 陈庚从小就带人和善 从没有因为卢东升的身份而苛待他 反而将卢东升当成了好朋友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 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陈庚因不满父母包办自己婚姻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并加入了乡军 次年卢东升也脱离了陈家 后效仿陈庚加入了乡军第四室 两人后来再次的重逢 陈庚便将卢东升留在自己身旁做副官 此后陈庚经常说 没有卢东升就没有我陈庚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南昌起义后 陈庚率部在转移过程中 遭到了国民党四个师的围攻 陈庚不幸左腿中担昏了过去 卢东升叫了很久 他才清醒过来 陈庚不想拖累卢东升 一个劲的催促他赶紧走 卢东升坚持要走一起走 眼看敌人都到眼前了 陈庚一把把卢东升推进草丛里 自己躺下来装死尸 这才躲过一劫 不久后 齐义军也过来检查尸体 陈庚发现是自己人后 连忙求救 可他满脸血污 齐义军根本不相信他 是卢东升跳出来证明 这才让陈庚有机会见到周总理 并得以去香港治疗 当时的香港环境也很不好 两人过得也非常艰难 但卢东升一直照顾着陈庚 最后实在待不下去 两人又辗转去了上海 找到了党组织 陈庚这才被安排进了医院治疗 这次的经历让陈庚对卢东升很感激 他经常对别人说 没有卢东升就没有我陈庚 后来卢东升被贺龙带在身边 成为了贺龙的爱将 那么他是怎么牺牲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卢东升来到贺龙身边后 跟着贺老总打了不少的仗 由于多次负伤 身体变得非常虚弱 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疗 后又被送到了 福龙之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 直到1945年才回到哈尔滨 不久后哈尔滨成立了 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 陈云担任书记 当天非常的忙碌 陈云的行李一直都放在机关单位 会议结束后 陈云的秘书就打算去取行李 卢东升表示自己去更好 因为他会讹语 遇到问题也好协调 去的时候好好的 可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几个苏联士兵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上来抢劫 卢东升亮出证件 将其训斥了一番 苏联士兵担心受处分 在卢东升转身之际枪杀了他 年仅37岁 这件事一直是首长们心中的痛 贺老总更是悲伤的好几天 没吃下去饭 陈云更是悲痛欲绝 此后他经常会想起卢东升 全军大受闲时 陈云再次想起了挚友 如果他还在 一定也会被授予大将军衔的